一位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 他的话就这么说 他说美国的一个节日 退伍军人节 这是美国社会最空洞 最荒谬的节日之一 除非你持有洛克希勒马丁 或者高盛的股票 否则你没有任何理由来感谢我的服务 我们摧毁了伊拉克 我们杀了无辜的人 我们肢解尸体折磨囚犯 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地缘政治和企业力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 美国军工复合体 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特朗普看起来很反传统 敢骂建制派 骂华尔街 骂克林顿家族 骂媒体 甚至骂美国的体制 可以说是怼天怼地 怼空气 但是大家什么时候听到 他怼过军队 他绝对不敢 实际上特朗普核心团队里的高级军官 比他之前所有的总统都多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迎合军方的拥护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圈外人 他特别需要这个军队的认可 从国防部长马利斯 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麦克马斯特 国土安全部长凯利 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 中央情报局局长彭佩奥 司法部长塞森斯 这些人都是有军方背景的 而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国防部长一支 因为根据美国法律 这个国防部长 我前面讲了 他都是标榜要文武分开的 必须由文官来治军 所以美国国防部长 必须是七年以内 没有加入过任何现役武装部队的平民 如果是军人 你必须要退役满七年 这个马蒂斯将军 他2013年才退役 按道理他是不符合法律要求 他要想通过国防部长的任命 需要国会先通过一个豁免法案 上一次国会为这个事情放行 还是1950年的杜鲁门政府 当时是让1945年刚刚退役的 二战名将乔治马歇尔 合法出任国防部长 然后有学者就研究 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军政关系 总结出了四个显著特点 第一说特朗普是 严重依赖于军人的建议 第二是受到现役和退役军人 明显的阻异 第三是授权军方进行军事决策 第四是依赖军队 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 军方垄断着特朗普的国防 和外交政策 这一点非常明显 即便如此 当特朗普有可能去推翻大选 去发动政变 或者通过战争来转较危机的时候 军方马上会出来 显示谁是老大 所以这个前面讲到 2022年大选前夕 针对特朗普的对华挑衅言论 和在南海挑起军事紧张局面 美国参联会主席米利就给解放军打秘密电话 声称我们美国政府是稳定的 不会发起进攻 也不会跟你们采取对抗性行动 说白了就是你不要这个理我们总统那套 后来在特朗普占领国会那个时候 米利又一次打电话 向中国确保美国绝对稳定 不会开打 去年1月4号 这个前国防部长 联名公开信 就反对他推翻这个选举结果 这两件事足以显示 特朗普并不是真正的能控制政治权利 军工复合体的势力牢不可破 然后到拜登 就比特朗普好呢 其实也不是 拜登政府内的军人势力 可以说更大 拜登和特朗普不同 因为特朗普是个局外人 他虽然不敢真的惹军工复合体呢 他的政府里边有不少军方的人 但他本人是不太服从的 所以他虽然不敢直接去骂军方 但是他会公开骂这个深层国家 Deep State 所以他们双方之间是有摩擦的 拜登相反 他是根正苗红的圈里边 他本身就是这个所谓的深层政府 和军工集团最喜欢的一个前台傀儡 哪怕他喜欢打瞌睡 喜欢这个失控 他同样 他是一个最完美的这样一个前台小丑嘛 所以拜登政府里边 同样是充斥着军工复合体的成员 这里边最重要的是有一些小集团 有一个机构叫西部执行战略咨询公司 围绕着这个小机构周围 这家公司呢 堪称拜登政府的组织部 这个公司的业务就是帮助军工企业 向五角大楼来推销订单 担当前客 他主要的创办人 都是奥巴马时期的一些政府官员 比如安东尼·布林肯 弗努努瓦 还有艾伯尔·海恩斯这些人 后来这个布林肯 成了拜登的国务卿 海恩斯成了国家情报总监 弗努努瓦呢差一点当上国防部长 后来任命的中情局的副局长科恩 国防部助理部长拉特纳 都曾经在这个公司任职 布林肯和弗努瓦呢 还是一个资本公司的顾问 就是叫松岛资本 他是专门投资军事和航空航天公司的 这样一个资本集团 然后拜登现任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也是这家松岛资本的成员 然后这个资本背后是哪些资本呢 他背后就是这个雷神 通用波音等等这些军工企业 然后这些企业呢 还都捐助过西部战略咨询公司 所以他是一个盘根错节的这样一个集团 另外就是拜登的核心团队里边 还有十多个人是来自一家智库 叫新美国安全中心 他的资金主要也是来自于通用原子能 波音通用动力 罗克希特·马丁 格鲁曼 雷神 这个五巨头 这个军工复合体 他对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 超出我们的想象 他绝不是说只从这个特朗普 拜登这两届政府才开始这么嚣张 他很长时间基本上就已经控制了美国社会 美国有一个说法叫五大支柱 就是有五个重要的部门 一个是美军 一个是这些大的军工企业 主要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罗克希特·马丁 波音 格鲁曼 集团 还有雷神 还有通用动力 这五大巨头 以及遍及美国各州的打批军工企业 还有就是他们资助的科学家 第三是强大的军事院外游说集团 影响之下的政府和国会 第四是干这个事情的干脏活的智库 第五是鼓吹战争的媒体 这些势力之间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然后推动美国不断去追求战争利益 这个军工复合体的维系 离不开这几个大的势力集团之间的人缘关系 所以很多国会议员在军工企业里边都是直接持有巨大的私人资产 同时呢军工集团也关系到他们的政治生命 军工企业在美国各州广泛分布 国会议员如果你要得到选票 或者你为了选取利益 你要去维护这些军工复合体的利益 另外呢军工企业军工部门以及政府国会智库 他们之间的这个任职流动也非常普遍 军工企业的管理者在选举里边提供资金 那么作为报答他们就会被任命为高官 官员在位的时候他有权去影响联邦项目的审批 所以企业呢也会偷逃暴力 给他们在卸任之后提供高薪职位 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五巨头军火公司 他们董事会的成员有很多都来自于五角大楼 这个09年到11年期间有超过70%的 也就是108人里边有76人顶级将军 在退役之后为国防承包商工作 军队内的这个职业军人 他们大概到40岁左右要退役 少数人能干到50多岁 那么退役之后去干什么呢 他要去找第二职业 显然最赚钱的就是军工企业 一旦你有了这种私心 你在担任公职担任军职期间 你就会提前给自己留好后路 美国有些学者就认为 这是给美军带来了一种精神腐败 这种人员流动的现象 在美国有一个专门的词叫旋转门 旋转门这个词呢 过去有一段时间的中国学界非常流行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促进 正学起各界优秀人才交流的一个好机制 但实际上美国的情况 提醒我们这种人员的流动 一定会伴随着利益的流动和交易 对这样的现象我们也要有所警惕 要用其力避其害 这个军工复合体的影响绝不仅仅限制在政治范围内 而是广泛的影响着美国的社会和全世界 首先军工复合体它造成的军国主义政策 必然带来国内的广泛监控 美国的情报系统主要就是源自于军队改革 中情局就是47年国家安全法的产物嘛 那这个系统它自然会不遗余力的来保护军工复合体的利益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情报国家 情报部门不仅大量的侵犯公民权利 肆意坚挺打击反战人士 还用情报手段来参与商业竞争 服务于美国公司的商业利益 进一步把各种公司跟军工集团绑在一起 比如1994年 美国情报部门就通过间谍行动打击欧洲的空客 来服务美国的波音 13年联邦调查局构陷法国的阿尔斯通 服务于美国的企业的不正当竞争 最新的例子就是18年之后 打压我们华为的这个故事 第二呢就是这个军工复合体啊 它深度嵌入在今天的信息产业和互联网经济中 信息产业巨头像微软苹果 他们都是军工复合体的一部分 美国军方有各种法规和手段 要求这些品牌的产品留下后门 互联网本身也是源于军事项目 它也是靠军队的订单发展起来 所以这些企业呢一开始 不管你是不是军工集团的一员啊 都是跟军方沆瀣一气的 向军队提供本国和外国用户的信息 然后搞间谍活动 美国号称言论自由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把斯诺登 阿桑奇这样的人赶尽杀绝 因为他们的泄密活动 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军方 和这个计算机互联网 还有通讯业巨头之间的军工数字符合体 那么情报机构 跟这个普通企业之间也是不分彼此 比如小布什和奥巴马的国家情报总监 都曾经担任信息企业的高管 情报系统的电话监听这种信息活动 它要外包嘛 也给美国的电信企业输送了巨额利润 今天有一些新技术企业 包括像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其实也都是跟这个军工复合体有密切关系 好多人吹牛说这个什么自由创新 其实它是受益于军工技术的转让 他们的创新也随时服务于美国的军事活动 然后医疗制药也是跟军队密不可分 历史上美国进行了大量的灭绝人性的核实验 人体实验 开发了大量可怕的生物武器和病毒化学武器 这个新冠病毒让我们看到美国德特里克堡 这种军事基地里的病毒实验室 然后俄罗斯在乌克兰也暴露了很多这种 揭露了很多美国在乌克兰的那些实验室 但是这一切东西为什么在过去 很少被世界和美国人民意识到 甚至我们过去包括我自己 知道了可能也不觉得那么严重 原因就在于这个军工复合体 一直在力图控制人们的头脑 这个集团一直是在制造信念 在国内他们就制造各种意识形态的这种话语 然后让美国人相信军事机器是美国利益的保护神 美国对外的干预都是为了人道主义这些神圣目标 美国人要感恩军队 这样我们从美国的这个很多这种战争电影里边 都能看到这种宣传 然后对外部世界呢 他们来灌输一种让人们接受的靶权的理 把美国给塑造成一个仁慈的帝国 恐吓人们说如果美国的帝国靶权消失了 世界会变得更加动荡不安 而且这个比如像政治学界 很多人是在讲这个像民主推广理论 然后美国就是靠这样一种理论 来给自己的战争和颠覆行为证明 最近这个有一本小书就是一个美国学者叫谢尔文特 还有这个一个作家哈芳 他们合作出版了一本书叫国家骗局 这本书里就说 美国一直在宣传美国及其功名的优越性 说美国是世界上的向善力量 这种美国优越性和例外主义的最大推动者之一 就是美国军队 它具体的手段都几种 首先是通过金钱来豢养学术界 构造起了二战后的一整套社会科学 这个效果非常厉害 让全世界的社会科学家为他们打工 在他们设定好的议题中被驯化 比如我们中国的政治学者 有多少天天在研究民主化理论 国际关系学者 一辈子都在讨论民主和平论了 霸权稳定论这些东西 然后历史学者写大不少的书 来论证美国是个不情愿的霸权 他不想管这个世界 是因为道义责任才不得不出手 还有我们有多少学者和文化人 天天唱着一个反战的高调 讲人道主义 但是一到美国打谁 他就鼓掌恍惚 我就不讲人道主义了 我能举出无数这样的例子 那么除了硬的学术 还有转的文化 比如像中情局 很早就在冷战时期 就介入了艺术领域 通过资助创作和画展 拍卖这些东西 来操纵艺术 这个我们现在教科书问题 背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因素 另外美国的国防部 跟好莱坞迪斯尼这些公司 也是深度勾结 把美军的艺术形态给灌入到相关的领事作品 我们孩子看的美国动画片 很多里边都有美国军工集团的伏笔 各种基金会NGO 也长期去收买和演变各国的文化精英 意见领袖 社会活动家 大家看我们今天的文化界 文艺界 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总之呢 军工复合体 他通过全方位的手段 构造出了一张可怕的大物 但好在这张网不可能蒙蔽所有的人 《国家骗递》这本书里边 就引用了一位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 叫文森特·埃曼牛尔 他的话就是这么说 他说退伍军人节 美国的一个节日啊 这是美国社会最空洞 最荒谬的节日之一 除非你持有洛克希勒马丁 或者高盛的股票 否则 你没有任何理由来感谢我的服务 我们摧毁了伊拉克 我们杀了无辜的人 我们肢解尸体 折磨囚犯 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地缘政治和企业利益 那么经过特朗普拜登 这两位老先生的这个可劲折腾啊 美国的话语被他们也给撕的差不多了 美国的伪装术也打不如前 真相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更清醒的认识到 美国军工复合体 给美国本身和给世界带来的巨大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